现在正是茶花花苞的生长期 有花有反映自己的茶花花苞啊 它还没有漏色没有开放 却出现了这个干扁 然后枯萎脱落的情况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归根结底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的茶花缺水而造成的 这个缺水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盆土里面的这个水分 无法正常的供应 比如你很长时间没有给茶花浇水 或者是呢 平时浇水浇的太多 造成了盆土干湿循环太慢 然后导致你的这个茶花的根系受损 无法正常的供应水分给这个花苞生长 就会造成花苞因为缺水而干枯掉落 如果是轻微的烂根 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疏累 然后呢给它用上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厄梅林 在盆土干燥之后呢 及时的灌根给盆土杀菌 避免烂根继续的蔓延 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烂根 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烂根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花苞啊 全部修剪掉 一个都不留 后期呢 给它及时进行脱盆修根的处理 强化缺水 其实除了盆土缺水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空气太过干燥造成的 空气湿度如果太低 叶面呢 它蒸发太快 根系呢 它一时供应不上 就会造成花苞 因为这个水分及时供应不上 空气太干燥 而出现干枯掉落的情况 所以平时呢一定要做好蒸湿工作 可以经常给它在 页面呢 花苞部位来给它喷喷水 只要花苞没有漏涩 没有开放 我们都是可以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花苞期养护茶花 一定要做好这个水分管理工作 不管是盆土的浇水管理 还是这个养护环境的湿度呢 都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